当时我是一个一无所有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劈腿的人士是怎么想的 因为我从来没有过这种念头 我可以很负责任地告诉大家 我对感情就俩字专一 这样的小伙子我很欣赏 为什么 你看六号那么好感受 你可以为了我怎么样 不好意思我不能去 不好意思我不喜欢 我就觉得我对我心目当中的一种人 我就钟情于他 以后有没有到长春发展的打算 没有 你们长得跟我初恋有点像 就是我跟任何人都不像 我认识我自己 你真的太更直了 我跟任何人编ffer 我最爱的 你没有 communicated 也许你 От币光 也许你born认为你 可能你从一到� 可能你将临虉 Just kidding stop,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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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stop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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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杨茜茜 谢谢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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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小伙子有没有感觉 你看讲完了你的这些故事之后 我觉得你是一个短评快的人 因为说话不用藏着掖着 就直接一句话 我就能给到你的结果 也是真诚地表达自己 但在这样 这么直接地表达的情况下 你看杨娜为你留灯到最后 我不是人民帝 做不到所有人都喜欢我 有人不喜欢我 可能也会有人觉得 我这样是好的 有什么就直接说什么 男人得学会拒绝 不要暧昧啊什么的